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白 上集说到 爱丽丝冲破系统限制 悠久却被整合仪式控制 成为了挡在99层的通关boss 曾经的好友挥刀相向 剑光在整个房间内亮起 救命啊 这一气感觉有点光源污染啊 我眼睛都要被闪瞎了 童老爷一边回击 一边试图用言语唤醒悠久的记忆 我明白了 这是刀剑神域 要知道悠久的剑技 可是同人手把手教出来的 只要同人想 他当场就能给悠久表演了一出 什么叫你师父我还留了一手 悠久差点被阴 蓝强为脱手而出 不过悠久出测的可不只是剑技 还有神圣术 面对小悠的魔法攻击 童老爷傻眼了 一个后仰就被先飞出去 试图俩一个丢剑一个丢人 爱丽丝犹豫了一下问童人 你确定这是你兄弟本人 作为一个新整合骑士 战斗如此出众和熟练 简直不可思议 他冲钱了吗 爱丽丝感觉不太妙 只是问童人需要帮忙不 真男人不能说不行 童老爷当然是要亲自打醒好基友了 硬着头皮上就对了 他握紧小黑 心中小声嘀咕 大哥你加把劲啊 这一仗打完了就给你取个棉 最后童老爷一个奔袭刀锋 直击优吉欧头顶 削掉了他的一挫呆毛 这时优吉欧提剑 挑开剑锋 反手追击 童老爷被弹开 两人各自后退一步 优吉欧振剑上前 双双击中对方肩膀 优吉欧面无表情 侧踢踢开了童人的剑身 并且迅速地给童人补了一刀 童老爷在被击退之后 想都没想直奔优吉欧 优吉欧被他撞得亮强后退 这时童人举剑 优吉欧却一个回身 用出了一招并非童老爷传授的剑术 童老爷猝不及防 应接了一招 这剑技是属于优吉欧曾经的学长的 想起卡迪纳尔在图书室说的话 童老爷意识到 好友的记忆还没被抽出 在刀光剑影之中 童人试图唤醒他 他将自己的想法和心意传递进小黑 靠着殴打夹嘴炮 在刀光剑影之中 一路从村子里的赛鲁卡 收到学院的学长学姐以及递结 最后用爱丽丝压皱 优吉欧额头上开始出现 记忆水晶的形状 两人对见 优吉欧一瞬间在大脑中 看见了幼时的自己和童人 最后他挑唇微笑 当童人以为他恢复记忆准备上前时 谁知道小游看了一眼爱丽丝 却突然跳反 抬手将冰箭插进地里 武器记忆解放 将爱丽丝和童人双双冻结 冰霜爬上童老爷的面容 他的神情充斥着不可思议 而优吉欧一挥剑 转身上了一百层 他将盔甲退下 面对元老长小丑的质问 他冷漠地表示 自己只听从大祭司的命令 将两人拦在下面了 小丑赤字了他一声 妈妈咧咧的下楼打算补刀 而床上躺着的大祭司也醒了 他让优吉欧到床上去见他 并夸赞他做得很好 决定给他点好处 是肉鱼那方面的 并吉欧解开领口 老老实实地爬上了大祭司的床 这算是打入敌人内部 大祭司替他疗伤 摸着并吉欧的脸 就像哄小孩似的 抽出了记忆水晶 在记忆被剥离的瞬间 并吉欧通过漏洞 似乎看见了诱食的记忆 眼泪顺着他的脸滑落下来 大祭司浑然不觉 试图用引诱并吉欧进行第二次洗脑 而让他记忆被隔离开 并吉欧被他施加了神圣术 浑身上下只有嘴还能动 面对大祭司的引诱 他挣扎了一瞬 打破了压制 握着卡迪纳尔给的匕首 刀刃刺向大祭司的心口 原来他已经恢复记忆了 但这柄匕首刺在大祭司的护盾上 气流掀开了四周的窗帘 并吉欧被反弹出去 大祭司人虽然没事 但是衣服却全被毁掉了 这衣服挺白 不是 这武器蛮大的 哎并吉欧 我的福利超人 但遗憾的是 大祭司这老妖婆的皮肤 早就对金属免疫了 这时候的大祭司 还在试图引诱邮吉欧 只要邮吉欧愿意破坏掉 那柄匕首 他就会赐给小悠 他最渴望的爱 你可拉倒吧 邮吉欧老早就想明白了 他想要的是关爱 又不是大祭司的支配 大祭司见倒嘴的鸭子飞了 还被邮吉欧给反洗脑说了一顿 他恼羞成怒 想要强制整合邮吉欧 并且还告诉小悠 他心心念念 想要找到的小爱丽丝 也是被这么痛苦的 强制整合过来的 小悠大祭司愉悦的嘴脸 心中火气直触 他抽刀出鞘 奋力地砍向了大祭司 虽然被挡了下来 但大祭司的盾却被击破了 金属免疫是吧 想不到人家的剑 是冰做的吧 大祭司见识不妙 立刻抬手将幽吉欧挥开 小悠后背 装在墙上挂着的武器 当即可血摔在地上 他艰难地握着匕首 站了起来 此时捕到的小丑 忽然冲上了楼 大声斥责优吉欧是叛徒 童老爷一爪子 拽住了他的脚 小丑下的鞋都掉了 立刻往大祭司面前冲 而优吉欧呆愣地 看着童老爷和爱丽丝 既然童老爷 没有丝毫地要责怪他的意思 优吉欧那委屈的小表情 一下就释怀了 两人相视一笑 你别笑了宝 再这样下去 我这兴取向 咬出大问题啊 三人并肩而立 大祭司有些疑惑地 看向爱丽丝 她靠近一步 爱丽丝本能地后退 但很快 爱丽丝又稳住心态 将大祭司的所作所为 强烈地谴责了一遍 大祭司还没开口呢 舔狗长老 先一步出来斥责爱丽丝 童老爷的视线看向大祭司 发现对方口中 喃喃地说着系统代码 CODE871 大抵是指爱丽丝右眼的封印 原来那玩意儿 不是大祭司搞的鬼 而是外界的人 给爱丽丝加上去的 大祭司决定再做一座实验 他看向小丑 说可以再给他一次机会 让他解决掉这三人 没想到小丑顺杆地往上爬 在众人吃惊的眼神下 他一个滑跪 对着大祭司祈求 如果我击败这三人之后 能不能给我个奖励 大祭司疑惑地回头 小丑神情下流 他渴望不已的奖励 居然是让大祭司和他度爱 好家伙 这本子都飞天上去了呀 然而大祭司居然真的答应了 但眼神嘲讽地看向小丑 说只要你答应了 就同意 小丑激动的T4横流 立刻倒立旋转 浑身燃起熊熊烈焰 他的双眼被灼烧 火焰在空中变成了巨型小丑 高温烧着了四周的空气 这烈焰小丑攻势凶猛 烧不注意就会被烧伤 然而就算光防御 估计也只能硬扛十秒 偏偏他身情巨大 众人不好突进 只能攻击火人 更是无法造成任何伤害 爱丽丝的健身化作无数金贵 盘学着将火人的攻击全部挡下 这时 同老爷也架起小黑 出乎意料的是 这一次他没有任何要往前冲的一次 而是将剑锋对准了小丑本体 在同人指示下 优吉欧朝着大祭司扔出攻击 而就在小丑转身提醒大祭司的时候 优吉欧发现同人的气势一变 一剑属于SAO的黑色剑矢长袍 再次被同老爷用新异计复刻出来 黑剑在他的手中迅速延长 一眨眼就将小丑扎了个对穿 我起了 一刀秒了 有什么好说的 同老爷第一次在这个世界上 以黑色剑矢的身份出现 大祭司认出了他并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并当众点破了这件事 同老爷也没打算瞒着 只是下意识地看了眼幽极欧 随后他告诉大祭司 你要是这么执迷不悟下去 用整合骑士开持久话 外头那群管理员要是知道了 这个世界就会被废弃重启 你之前几百年费尽心思留下的东西 在一瞬间就全没了 爱丽丝也强烈谴责大祭司 你说你弄出整合骑士 保护人类也不是不行 但是你干嘛要抢别人的记忆啊你 缺不缺的啊你 大祭司直接打断了他 他的确就是把整合骑士们 当成自己的玩偶 高酷和支配他人的思想 正是他所追求的 面对同老爷的世界重启的说法 他也是冷笑一声 反问同老爷 你现在高高在上的说话 你能确定你所存在的世界 不是被他人创造出来的吗 穿原力落下一滴冷汗 同老爷没有回答 大祭司才不管那些 自语创造了他们的人怎么想 他认为 自己既然走到了这个位置 那必然就是要凌驾于他人 支配他人的存在 讨好两个字 就绝对不会出现在他的字典里 从老爷反问他 那你就准备带着这个世界一起去世 大祭司冷笑 当然不是这样 为了不接受所谓的最终复合实验 他一早就做好了准备 整合其事也不过是他的试验品 大祭司抬手 将此前被塞入 悠久大脑中的记忆晶片作为载体 和墙面上所有的武器融合起来 30多把全解放的武器 组装起来的剑制巨人 赫然出现在三人面前 最高的神器 光是看到这个怪物的存在 红老爷等人就心生恐惧 爱丽丝替幽阳挡住了巨人的一击 瞬间倒地不起 红老爷立刻上前 结果还没看清怎么回事呢 他和爱丽丝就双双被剑巨人扎穿了腹部 幽阳被恐惧定在原地 就是剑巨人高举手臂 朝着幽阳走来 就在关键时刻 红老爷的呆毛再次翘起 小蜘蛛从头发里跳了出来 让幽阳赶快使用小剑 剩下的时间将由他来托住 他说着变出原形 拦在了剑巨人的面前 但力量之间的差距 让他瞬间被怪物削掉了前肢 腹部也被刺穿 好在幽阳的短剑成功召唤来了卡迪纳尔 但是小蜘蛛已经挺不住了 卡迪纳尔的出现短暂的逆转了局面 他将重伤的同老爷和爱丽丝 抢救了回来 看着为了救人死去的小蜘蛛 惋惜不已 虽然他和大祭司都拥有奎尼拉的记忆 可两人都没有正常人类的感情和情绪 大祭司只有支配人类的欲望 而卡迪纳尔却能够尊重每一个生命 哪怕这只小蜘蛛 只是一个没有摇光的NPC 面对这个糟心的主系统化身 身为副系统的卡迪纳尔 已经怒不可遏了 那么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的观众老爷们 记得点赞评论哦 我是小白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